縣內基層選手在今年的各項體育競賽中表現相當亮眼 縣內的子弟兵在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全國女子壘球甲族聯賽 總共獲得49斤37銀24桶的成績 其中全中運共獲得20斤16銀13桶的好成績 一掌和勝峰特別在開幕池中表揚基層教練及選手 肯定他們的努力與付出 議長感謝縣內基層體育教練及選手的努力 此次的成績還超越直轄市 讓全國民眾都看見南投線的努力 相當值得表揚 除了選手表現不完 特別要感謝我們平時 為了選手付出的時間和經驗 教練 這是我們本館參加全國 全國最大型的比賽中 為本館團隊專領 全國人民感謝我們本館的豐采和阿華 感謝教練及選手補達的努力 體育為教育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憲浮今年也加碼送出高額的獎金 希望未來能夠持續重視基層體育的發展 培育更多的英才 未獻爭光 明星文 楊志凱議會採訪報導 請多多資人 視聴者 告uls 請多多資人 馬來 請多多資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